今天4月5号是清明节 应景食物就是润饼 不过因为原物料上涨 今年的润饼皮变贵了 已经大约调涨20到30块 手指沾点水往盆里面 抓出一小撮的面粉团 再迅速地放上高温的铁盘 圈出0.1公分的厚度 不到10秒钟的时间 润饼皮就此完成 原本一天买200斤面粉团 但碰到清明节需求大增 这阵子一天就卖上400斤 业者全家总动员 就连还在念高中的儿子都来帮忙 就往下转一圈拉上去就好了 会很难吗 业者说润饼皮要好吃 绝窍在面粉和水的比例 是维持在1比1 但因为选用的是高级面粉 用量也多 所以在面粉和瓦斯涨价后 一个月的成本多了1万块 实在是压力太大 业者撑到3月底 才将售价调整 一斤涨20元 售价上市这礼拜才开始涨 变120 卖一斤120 之前是多少一斤 之前是一斤100 因为我大概一年就一次了 所以就太久了 所以贵一点没关系 因为也才一年一次吧 业者说南北价钱也有差别 南部因为需求更大 所以有的润饼皮 已经就卖到150元 但北部应吃的人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部分业者 已经卖120元 记者沈小七 林志坚台北报道 今天的新闻通来学学 润饼的手语怎么比 先做润饼的动作 然后是卷饼 再来一次 做润饼皮的动作 然后把它卷起来 一年一度的大甲妈祖绕境 在8号深夜就要起假 周边的暖身活动也陆续展开 而首先登场的就是两岸武术会演 场面相当热闹 而在庙里面也挤满来自各地的信徒 大家都希望在大甲妈绕境的时候 来祈求平安 随着音乐展现身段 来自对岸的小朋友现场来套少林拳法 功夫看起来相当俐落 少林棍法同样难不倒这群小朋友 而这位小朋友耍大刀 功夫一样很厉害 大甲妈即将在8号起假 4号开始就有两岸的武术团体会演暖身 台湾和对岸的武术团体在庙前广场比划 场面相当热闹 来自各地和少林南北两派的拳法先拼唱 感觉上比较花锦绣腿 但是传统武术它是根基比较扎实 离正式起假只剩几天的时间 庙里挤满来自各地的信徒 随大姐带着十多年前的靖香旗 她说已经徒步跟妈祖走了十多年 今年还是要跟妈祖一起绕境 今年也是县市合并之后 第一次的大甲妈绕境出巡 许多文化活动也将扩及到整个大台中市 预计静香的人潮也将创下新高 藉由林健身彭幻群台中报道 老委会已经在去年底修法 放宽过老死的认定标准 而现在还要更进一步计划放宽职业病的认定 只要能够证明疾病的处罚 是跟工作有关 地点将来不再限定于工作场合 就算在家里或者是出差也可以请领植栽给付 上个月老委会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判定 去年一月南亚科技徐姓工程师在家中猝死 是因为加班超时长期疲劳 导致新阴性休克 也就是所谓的过老死 过这些案例 家属去年向老保局申请过老死给付时 却被驳回 关键就在于 老委会去年12月修正通过 新版的职业病认定参考指引 大幅放宽认定标准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包括家里或是出台地点 只要能证明植疫病处罚 是和工作有关 就能请领植栽给付 如果说你先工作上手的话 那就会排除一些原来属役 可以被认定为过老死的 那变成说没办法给他认定 那将会影响到劳工的权益 不过这项原则 是要进到老委会职业病 鉴定委员会审核时才能适用 第一关在老保局审查时 如果不是在工作场合发病 往往就会被打回票 关键就在于 老保局采用的审查准则 还没有修改 我想老保局是属于 所属是老委会 那也应该要同步来做 这样的放宽 那将来不会导致说 这老保局比较严格 好像老保局比较宽松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劳工团体期待 老委会要对相关法令 同步进行修改 也呼吁要加强 对劳工工时的劳动检查 以提醒企业正视 劳工超时工作影响健康的问题 毕竟再多的赔偿 也换不回劳工宝贵的神秘 记者张熊 张子佳 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电池用完 不能随便丢弃 手语的结构是 电池 废弃 随便 丢 不可以 电池的手语 在这里可以先比出电的手语 之后再用双手六十的手型 做出电池相接的样子 来代表电池的笔法 电池用完 不能随便丢弃 电池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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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用完